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朋友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Part 2 我们这个单元这个Part 要来复习线性非实变系统 也就是LTI系统 然后线性系统 我们之前讨论过什么叫线性 线性它必须满足 Superposition 的性质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写成一个数学公式 当你输入讯号 S1 经过这系统变成 Y1 另外有个输入讯号 S2 经过系统变成 Y2 那如果我把 S1 加 S2 加起来之后 经过系统 它的输出 照理应该就是 Y1 加 Y2 如果满足这样的性质 就是一个线性系统 好 那我们之前也提到 非实变系统 那非实变系统它的定义就是说 它的输入输出的关系不会随时间改变 也就是说 当我输入 S of N 经过这系统变 Y 如果我把输入经过一个时间的延迟 假设 S N-K 的输入经过系统 它的输出应该就是 Y of N-K 也就是说把之前的输出 做一个时间的延迟 那这样线性非实变系统的好处是说 它基本上它可以预测 它也是线性 以便于我们在做数位信号系统分析的时候 如果满足性质的时候 我们后面才会有一些运算成立 那我们之后会提到我们的 Convolution 就是必须系统是线性非实变的 才会有 Convolution 这样的公式出来 好 那我们同时也讨论稳定系统 因为我们在讨论数位信号系统的时候 我们系统必须要稳定 如果不稳定的时候 我们就输出就会发散掉 那我们讨论到是 BIBO 也就是说输入有限输出有限的系统 假设给你一个有限的输入 它的系统输出也应该是有限的 如果写成数学式子 就可以写成像这样子 输入是小于无穷大 输出也要小于无穷大 好那线性非实变系统 它的用处是说我们来分析数位信号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离散信号分解成脉冲信号 也就是说我们把一个 这样的一个连续时间的波形 我们把它拆成许多脉冲信号 那每一个脉冲信号 就可以用下面的数学式子表示 如果各位同学记得 就可以写成S N乘上ΔN-K 就是S K乘上ΔN-K 这样的数学式子 每个脉冲都可以表示成这个数学式子 好 那我们知道说 如果一旦将离散信号分解成位移加全脉冲信号的核 就写成这个数字 就是把一个信号Sを分解成 刚才的每个脉冲信号S K乘上ΔN-K 然后把所有不同位移的时间加起来 就是K从-5穷大到-5穷大 把它加起来 就是我们一个位移加全脉冲的信号核 好 那线性非实变系统的好处 我们这边为什么要提到这东西 也就是说 当我们一个信号经过这样系统之后 为什么我们希望说 这系统是线性非实变 主要的好处是说 如果我们把输入 把它拆解成S1 S2 S3 S4等等等等 就把S5分拆解成这些成分 那 把每个成分经过这系统S5分之后 可以分别得到 Y1 Y2 Y3这样的东西 那最后结果把这些Y1 Y2 Y3加起来的结果 跟我直接把S5分输入系统得到Y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要分析一个S5分经过系统得到Y 我可以把S5分拆成许多小的输入 然后分别把个别的输出加起来 等效于我要的Y 这是一个线性非实变系统的好处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说 我们ConvolutionSum就是这样来的 那玄机在我们输入信号处理里面 是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就是说我们在做 信号输入跟系统之间的 关系运算的时候 通常是用Convolution来得到Y 那它的算法基本上就是我们把Y 我们要先定义 假设我们给一个脉冲信号到系统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给一个信号是DiotaN-K 经过这系统Ti之后 我们定义这样的输出叫做HN-K 好然后我们所要计算的输出Y 是不是这样就等于S5分经过Ti嘛 然后再把S5分换成加全脉冲信号的核 然后再怎么样经过这个系统Ti 然后我们发现到说把Ti先移到Diota前面 为什么可以移到Diota前面 因为这系统是Ti是线性的 所以这边为什么要提到说 当我们要做Convolution的时候 我们必须做个假设这个Ti是线性的 才可以把Ti从外面移到Diota前面 移到里面 这系统必须是线性的 因为我们从Ti要把外面移到这个Sigma里面的时候 就必须满足线性才可以这样移 接下来我们看到Ti是放在Diota前面 那这就是刚才我们代表的那个H of N-K这东西嘛 所以就把这个东西换成H of N-K 为什么可以这样换 是因为它是非实变系统 我们就可以这样换 然后最后得到这个式子就是我们所讲的 玄机 如果我们要计算Y 就可以用这个式子来计算我们的系统输出 假设你的输入是S of N 你的系统你的Impulse Response S of N 就可以得到这样的输出 好 那我们就谈到了英国线性非实变系统 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说一个系统如果是英国 而且线性非实变的话 假设我们输出在N0的时间 那我们系统如果是要英国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的输出不会 根据未来的输入有关 这是英国的性质 也就是说我们从之前的Convolution上 我们得到说 如果我们这系统是要线性的话 它的H of N就怎么样 必须要满足这样性质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S of N0加1 那这代表说你的系统输出Y of N0 会被未来的输入所影响 那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 我们只是拿假 我们就强迫H-1H-2等等等变成0 才会使这系统是英国 也就是说我们得到的结论 如果一个线性非实变系统 它如果是要成立的话 它就必须H of N 它要等于0当N0的时候 不然它就是变成非因果的 各位同学 在这一个part里面我们介绍了线性非实变系统 也就是说我们复习了一下线性非实变系统的好处 因为我们在我们后面数位信号处理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用这样的性质 我们才能简化我们的计算 因为我们提到了 我们的玄机也是基于线性非实变 这样的特性 我们才有办法定义出玄机的公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